4月8日,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二号驶入香港尖沙嘴海运码头,开启了它的首次访港之旅。 上午时时许,雪龙二号在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船只和一些民间船只的陪同下驶入尖沙嘴海运码头。 两艘拖船和一艘消防船在码头附近喷射水柱形成水拱门,迎接雪龙二号的到来。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也低飞致敬,在附近的尖沙嘴渡轮码头,许多香港民众驻足观看,拍照,欢迎雪龙二号访港。 去完南极,做完研究完之后就访港过来,都觉得很厉害,都很壮观。 当然很激动,第一次见,刚才后复原来他这么厉害的。 其中,也有一些香港市民专程前来迎接雪龙二号。 经常过来,因为我们中国的技术发达,所以我们来看看,很厉害,国家都很厉害。 我上不了船,就特意过去拍照。 这些始终是国家的科技研究这么新的船,当然想看看。 还有比我想象中觉得大隻很多,开心。 见到这架船挺漂亮,还有它始终觉得是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船,应该是世界上出名的。 还有在科技研究都应该很有功用,起码我们中国人不用衰给外国人看。 雪龙二号具备世界首创首尾双向破冰功能,可以实现原地360度自由转动,搭载国际一流的海洋和考察设备。 它刚刚完成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任务,建成并启用了中国南极情领战,取得历史性成就。 抵达香港后,雪龙二号会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向公众开放登船参观,以抽签方式抽取登船名额。 此外,还将举行一系列开放日活动,以及在香港科学馆取办展览。 中国第44南极考察队也随传来港,向香港民众介绍相关科研成果和国家基地科考工作。